锦绣安宁改编自《首辅扬成手册》 罗盛远与罗依宁之间的深情后裔 以及他们为恩师平反 供赴安宁生活的历程 该剧的演员阵容堪称豪华 任敏与张婉一两位实力派演员的强强联手 为观众带来了一场视觉与情感的双重盛宴 任敏饰演的罗依宁 以其美丽的外貌 温柔的性格和善良的内心 成为了剧中的一道良丽风景线 他凭借出色的演技和焕然一新的形象 成功塑造了一个又拥有毛 清醒独立的千金抵拟形象 而张婉一饰演的罗盛远 则以其聪明才智 正值品格和忠诚精神 赢得了观众的广泛赞誉 他的精湛演技 将罗盛远这个看似落魄 实则文武双全 隐忍不发的数字形象刻画的连理尽致 在制作方面 锦绣安宁同样下足了功夫 剧组精心挑选恒电影视程作为拍摄地 场景布置和服装设计 都充满了古色古香的气息 让观众仿佛穿越到了古代 亲身感受那个时代的风土人情 同时 导演麦冠之以其专业的拍摄手法 和流畅的叙事风格 为观众呈现了一部制作精良 画面精美的古装传奇剧 无论是宏大的场景 还是细腻的情感表达 都让观众在欣赏剧情的同时 也能享受到一场视觉与心灵的双重盛宴 锦绣安宁在播出前 就备受观众期待 播出后更是收获了良好的口碑 观众纷纷表示 该剧剧情紧凑 演员演技精湛 制作精狼 是一部值得一看再看的古装传奇剧 它不仅满足了观众 对于古装剧的期待和想象 更以其深刻的主题和丰富的内涵 引发了观众对于人性 情感 权力等话题的深刻思考 锦绣安宁是一部集原著基础扎实 演员 阵容强大 制作精良 口碑良好于一身的古装传奇佳作 它不仅让观众在欣赏剧情的同时 也能感受到古代文化的魅力和深度 如果你喜欢古装剧和甜丑 全眸等元素 那么这部剧绝对不容错过 值得一提的是 锦绣安宁在全眸和宅斗的紧张氛围中 巧妙地穿插了轻松幽默的桥段 男女主之间甜蜜的互动 以及罗甫一家人的日常琐事 都为这部剧增添了一丝轻松愉悦的氛围 这种张弛有度的剧情安排 让观众在紧张的剧情中也能得到一丝喘息 更好的融入到故事中 观众对锦绣安宁的期待 也伴随着一丝担忧 女主任敏在之前的古装剧中表现不佳 朱中敏的形象至今仍让观众记忆犹新 虽然预告片中的造型有所改善 但能否在正片中保持状态 依然是一个未知数 人民的演技将直接影响到这部剧的口碑和收视率 能否打破观众的固有印象 值得期待 锦绣安宁的制作团队实力雄厚 导演麦冠之曾指导过 《仙剑奇》《霞转流离》等多部热门古装剧 经验丰富 相信在他的带领下 锦绣安宁能够呈现出高质量的画面和精彩的剧情 锦绣安宁融合了多种元素 剧情精彩分成 演员阵容也备受关注 这部剧能否成为下一个爆款 取决于多方面的因素 包括演员的演技 剧情的发展 以及观众的口碑 让我们拭目以待 共同见证这部剧的最终表现 剧情精彩分成 货情精彩分成